习近平去年12月31日,通过广播电台及央视新闻联播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。 官媒随后发表文章表示,习近平办公室内,出现在2014年和2015年新年贺词画面中的,那几张家庭照,都还在。 习近平办公室右侧书架,则换了七张新照片。 文章呈现高清图片显示,所换的七张照片,几乎都是习近平2015年在军队及地方的一些考察活动画面。 其中一张是2015年9月3日当局纪念抗日战争,胜利70周年活动上,习近平发表讲话时的画面。 文章称,习近平在讲话最后,挥起紧握的拳头高估,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,正义必胜,和平必胜,人民必胜。 习近平办公室书架上的这张照片,正是当时的瞬间,据说这张照片在习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之前从未公开过。 港媒明报2015年9月8日发表的评论文章表示,当习近平讲到三个必胜时,以喊狗号时提高音量,之后右手振臂一呼,高喊人民必胜,貌似要向某些势力宣战似的。 习近平要向谁宣战而达到必胜呢? 文章表示,习近死阅兵有其国际和国内因素。 国内因素方面,习可能在改革、反弹和官僚体系的运作上遇到不少阻力,所以要及阅兵树立个人威望,以推动他的改革。 习挥权高喊人民必胜,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向阻碍,他发展前路的人选战,正如1984年邓小平阅兵要扫除保守派,为改革开放设施的障碍一样。 12月28日至29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专题民主生活会,新闻联播用了长达14分钟的时间,播报该次会议新闻,显示此次会议的重要程度似乎不同以往。 据了解,这次会议是自习近平执政以后,在江湖时代激进消失的民主生活会,重回公众事业,而由政治局来召开并公诸于众,更是前所未见。 外界观察注意到,此次会议以政治局带头简行三面三十为核心内容,由习近平点名,江朱永康、薄熙来、徐才厚、郭博雄、令计划等人作为反念典型,并对政治局成员提出了若干要求。 报道显示,在会议中,中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,按照当中央要求进行对照检查。 观察人士指出,这个信息意味着即便身处中共权力最高层的政治局导演,也正在经历人人过关对中共独有的规矩。 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,每逢需要人人过关的时候,往往都涉及到重大行动或议题。 除此之外,官媒在做会议通报时,还特别提到会议间有关部门,曾征求了曾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的老同志的意见。 有观点认为,按照过去的惯例,征求退休常委的意见,通常也是中共高层,将有重大行动或决定的前兆,征求意见是为了在全体高层中尽量取得共识,避免沟通不畅带来彻肘。 在中共党内,民主生活会一直有着某种特殊与神秘性,其主要原因是邓小平当年以高层民主生活会的方式迫使胡耀邦下台,从此中共对高层民主生活会的相关报道极为敏感,甚至曾用政治局专门会议来代替。